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全新的动物图件 我们在这个系列会跟各位详细的介绍各种动物哦 今天第一集要来跟大家介绍的物种叫做鲍龟 也是我两只小宠物小波跟麻吉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鲍文鹿龟,它们主要生活在苏丹的南部以及南非开普省东部 还有呢,非洲的南部 在热带的西数草原地区都有可能看到它们的踪迹哦 大家想到鹿龟第一个印象就是长寿 当然,它们也是属于很长寿的动物哦 鲍文鹿龟通常会有80到100年的寿命 这种乌龟是草食性的动物 它们喜欢住在狐狸或者是食蚁兽废弃的巢穴当中 鲍龟它们是世界上第四大的鹿龟龟种 成体的鲍龟体长最高可以来到40公分左右 而体重最高可以到18公斤 曾经最高纪录的鲍文鹿龟 它们长度可以来到70公分 而体重可以来到54公斤哦 鲍文鹿龟它们的背夹很高 而且龟顶是呈现圆形的状态 而在龟壳以外,它们皮肤的部分通常是呈现奶油黄色 而龟壳上面的纹路会有黑色的斑点以及条纹 每一只啊从小养到大会成为不一样的模样 相当的有趣 鲍龟有两个公认的鲍种 主要是以东非还有西非的鲍龟来分 我们常在宠物市场看到的有几种 像是小波啊,它就是属于上碧亚鲍文鹿龟 而莫吉呢就是属于肯亚鲍龟 其他的还有像是所谓的萨鲍、西非鲍龟等等 西部鲍龟这个鲍种啊 不论是在人工饲养啊或者是野外都不太常见 东非鲍龟是最常见的鲍种 它分布的地带比较广 大概分布于伊索比亚以及南非等地带 主要的壳色是黄色以及黑色 它的体型呢就会比我们所谓的西非鲍龟来的小 我们前面讲到鲍龟是吃素的 我们在饲养它们给它们主要的食物是青菜、桑叶以及鹿龟专用的饲料 我们为了让它们的肠道休息呢 我们通常会两天喂食一次 它们在野外并不是每天都会有食物的 所以看到食物通常会想要马上去吃 所以饮食的量就要靠我们去做控制 而青菜的部分要注意 菠菜含有草酸可能容易导致鹿龟结石 所以不建议喂食 此外呢小松菜、青江菜都是很不错的哦 尽量选择含水量比较低的蔬菜喂食 对乌龟的肠味道来说会比较好哦 记住几个原则 低水分、低蛋白、粗纤维 喂食之前记得以清水清洗干净 我会再帮它们剪小片一点 帮助它们在吃的时候比较好入口 接下来要讲到野生的植物 野菜的部分像是牧草、桑叶、车前草 都是我很常喂食的食物种类哦 在外面采集的野草 一定要记得清洗干净 并确保没有农药或者是其他污染物的残留 有些人会加入草粉来增加纤维质的补充 而健康的乌龟会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水分 也可以在饲养盆当中放饮水盆让幼龟补充水分 一个礼拜我会加一次钙粉跟维生素 去补充它们的钙质以及其他的营养 相对于墨鱼骨钙粉是比较好吸收的哦 在非洲啊 这个暴蚊鹿龟也常常成为狮子的磨牙工具被叼着走 暴龟当它们面临到危险的时候 它们会把脚跟头收进自己的壳里面来保护自己 而这个时候会发出嘶的这种声音 这个声音很有可能是因为它们的四肢快速的收进去的时候 空气从肺部被挤压而导致而成 它们的嘴巴跟鹦鹉一样是呈现会状的嘴巴 而它们的前肢呢好像是一个传讲的造型 而且啊会有一小排的鳞片构造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暴龟被圈养繁殖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保育方法 因为在野生的数量啊它已经慢慢的减少了 多数呢从野外捕获的野生暴龟 体内啊都会有一些跟它们共生的寄生虫 而有些暴龟它们没有办法跟这些寄生虫共存 所以呢它们就会开始导致它们脱水或者是不主动进食 所以野生的暴龟通常都要透过受医师的治理 才有办法做人工的饲养 而且如果我们购买的鹿龟是属于野外野生的物种 那也一定要有合法的证书才可以合法的饲养哦 还有啊别再问说它们为什么不用整天泡在水里啦 鹿龟啊跟巴西龟那些泽龟并不一样哦 它们虽然不像泽龟需要一整天泡在水里 但是偶尔帮它们泡泡水是必要的哦 我几乎每一到两天都会帮它们泡一次水 每次泡水呢大约泡30到50分钟 像最近天气比较凉 我就会用一点点温的温水帮它们泡泡澡 大约35度左右 水位呢最好不要超过乌龟啊 它们的高度的三分之一 以免它们呛到 而泡澡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它们泡澡主要的目的是促进它们的排泄 每次啊它们几乎都会在水里便便 这样子啊它们的饲养盆也会保持的干干净净的哦 讲到泡澡也可以预防节食 我帮它们泡澡一定都是分开来泡 因为我们有讲到它们在泡澡的时候啊 会排酸跟排粪便 分开泡澡第一个比较卫生 而且啊我们也比较好观察它们排便还有排酸的状况 以防止携带传染性病原体在鹿龟之中啊交叉了感染 泡过澡之后要记得把它们擦干放回饲养盆当中 不要让它们吹到风不然很容易感冒哦 养鹿龟我自己是使用最简单好用的设置 密林盆 这个东西养鹿龟再适合不过了 第一个便宜 再来通风 方便观察 在盆内我会准备防水垫 还有饮水盆 加上一个石材 这个石头啊有些人会利用瓷砖翻面来放置 也是可以达到让物龟进食的时候磨指甲的功能 清洗啊也很方便 至于暴龟的公母呢要等到比较大的时候 才能藉由观察它们的尾部卸直腔的部位做分辨 像是小波跟麻吉都还没有办法那么确定公母 那它们要长到多大才可以繁殖呢 大概需要12年到15年才会达到它们的性成熟期 但是呢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之下 它们的生长速度比较快 有些甚至在5岁6岁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繁殖哦 而繁殖后它们大约会产5到18颗蛋 而且多数的蛋呢都会在地面孵化 再来我们来讲一个养鹿龟一定要知道的问题 灯具 鹿龟啊它属于外温的动物 所以灯具对它们来说是必要的东西 提供热源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个是日照 第二个是UVA的光线 第三个是陶瓷灯 日照对鹿龟来说当然是最好的 因为日光可以帮助鹿龟生长而且合成钙质 那缺点就是它不太稳定 可能有时候雨天或者是梅雨季节 甚至冬天的时候 温度就会不稳定 如果日照不足的话就需要准备UVB的灯具 这种特殊的灯具呢能够帮助鹿龟合成钙质 帮助龟壳的生长 价格的部分差不多都要落在1000元左右 属于消耗品 但是它们是没有温度的 所以温度的部分我自己准备的是陶瓷灯 灯下控制30度左右 要有热区跟冷区 它们需要温暖的时候自己会跑到灯下 觉得需要冷静一下的时候 就会自己离开啰 这一集鲍文陆龟的介绍 简单带大家了解一下鲍文陆龟的知识 还有饲养的方法 如果你想要饲养陆龟的话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讲不完的细节跟知识要注意的 这边跟大家推荐一个频道 大家可以搜寻九桃养爬虫 里面有很多详细的介绍影片哦 那第一集的动物图鉴就差不多到这边 如果你有想看了动物介绍 欢迎在底下留言 一起写一本这个YouTube上面的动物大图鉴吧 我也会持续的推出鹦鹉的教学知识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并且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Jack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by bwd6